2015年12月3号,一位在香港留学的内地学子刘子豪 因在校园内张贴繁体书法以回应部分香港学生的激进言论 一时间成为两地社会的焦点话题 事后,有内地媒体用帅字来形容这位内地学子的举动 众多网友更是积极参与评论 然而作为当事人,刘子豪和他的同学又是如何思考的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香港理工大学再读内地本科生刘子豪及范依晨 请他们讲讲事情经过以及自己的看法 这次的事情其实开始是非常小的 最开始回帖的那个人是我朋友 就以前我可能也会想回 但是我以前可能就是没有想去动笔的这样一个感觉 这次呢,他们搞得又特别夸张 然后还把那个,还在下面说了很多那种暗示性的 也是那种贬低式的那种,在我看来 于是,有些小情绪的刘子豪便与自己的室友写下了那幅繁体书法 他坦言,这么做带有一些赌气的成分 但是没想到事情会闹得那么大,并且这也不是自己的初衷 其实我之前我就思考过这个事情 就是其实这个,虽然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但是其实闹得越大,其实越有为自己的初衷 在微博上面,大家基本上是,至少在我的评论底下 是99.99%的,是对香港的一些嘲讽 大家也是,我也很高兴大家统一的就是,舆论是支持我 但是其实这个反而是不对的 就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听到一些理性的不同的声音 但是当大家所有的声音都一边倒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 在香港学习生活了四年 刘子豪和他的室友范怡辰认为 他们身边大部分的香港人其实非常可爱 敬业,并且值得学习 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遇见的香港人 其实大部分都挺可爱的 跟网上不太一样可能 我身边的同学 香港的学生给我的感觉来讲 比大陆学生要纯真,要天真 就可能我刚来大学的那年圣诞节吧 然后当时认识了一批香港朋友 他就会送了我一盒饼干 然后上面盖上贴了一个纸条 大概写了二百多字 当时我觉得我小学毕业之后 可能就没有收到过这种 同学会给你写这么多字的贺卡心里话的这样一个 他不会想,像你想的那么多 像我们想的那么多 可能我们心里觉得 需要人去,需要经营一些人脉啊 人和人交往 会有一些,可能会有流言蜚语啊 但是香港可能相对来说很简单 在我看来香港的学生,他们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就是团队合作,包括个人能力 包括他们从小接受的这种个人表现 个人表现力方面,其实很强很强 就是很多东西从他们这边学到很多 包括我学到这些本领就我再回内地实习 确实是比普通的内地的普通高校的学生出来 是要突出一些些 刘子豪认为,这次事件实际上是由极少部分激进的香港学生挑起 对于大部分香港市民而言 并不会接受这样激进的想法 他希望两地能够相互消除误会 面对被挑起的矛盾,需要冷静对待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被他们搞乱 我们大家就是同胞 两岸三地的同胞 两个心在一起 大家一起做好事,发展好自己的祖国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要做好事,发展好事,发展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